第十六章 求主显神迹 第十六章 求主显神迹 门徒道到哪边去 望了大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和杀刀盖人的酵 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大饼罢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罢 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不记得那五个饼 分级五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 分级四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康子的零碎吗 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杀刀盖人的酵 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 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 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杀刀盖人的教训 认耶稣为基督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 肥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若汉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女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药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盆石上 阴间的权兵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药士吸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 耶稣祝负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预言受难 復活降临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掌路 祭司掌 民事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罢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主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记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调生命 凡为我丧调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重视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类的 有人在抹尝死未以前 必看见人只降临在他的国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